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 你说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红娘了 很多人就问我 说英子真正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相信电视机前如果有一千名观众 那就得有一千个看法 就比如说我表弟二十多岁 他认为爱情必须得是轰轰烈烈 就像拜伦说过的一句话 没有青春的爱情有何滋味 没有爱情的青春有何意义 但比如我老姑 他认为的爱情却是这个样子的 前脚刚跟我老姑夫吵完架 出门准备买条子嘎的 回来削他一顿 没想到走着走着 不自觉地就买了我老姑夫 非常爱吃的豆腐脑和油条 到家之后两个人共进早餐 我就觉着吧 虽然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看法他不同 但对于爱情的追求一定是一样的 就像今天来我们节目的谢大哥 虽然已经59岁了 但是他还是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 但是就一个事犯愁 这大哥不会表达 所以只能咱们绑他了 叔叔我们现在已经到小区门口了 好嘞 看我找的挺对吧 挺对 他不太好意思 相亲主角谢静喜 59岁 离异 吉林世人 极华集团公司退休 每月退休近3000元 有一套65平米住房 来来来来 这鞋也这么新呢 新买的 新买的呀 我知道你们要来的 哎呀这新衣 这是属于几室的房子 两室一厅 两室一厅的房子 这是属于客厅了 对 客厅没放个沙发呀 没有 我先找个女朋友让她买 哎呀 你买的水果呢 还准备的水果 哎呀 你这太贴心了 大老远来 你不准备点吃 你开始吃 哎呀葡萄 哎呀 平时生活中 是不是就挺细心的一个人 还挺吧 过热了 过热了还行 看着没有 虽然谢静喜刚开始 还有些腼腆 可不难看出 她是个细心的人 为了这次和红娘见面 她用心的准备了一番 这又是新拖鞋 又是各种水果的 这贴心的程度可见一般 这是我睡觉的吗 啊 啊 这属于羊面了是不是啊 对 啊 这是羊面了 啊 电视还开着呢 看着是 我家玩意 啊 平时不忙的时候就在家 对 也没啥爱好吗 没啥爱好 有活就干活去 啊 量来就吃 量来就吃就完事了 就一上午 啊 那退休了咋还干呢 多挣点钱嘛 多挣点钱 多攒点是不是 过完好日子 生活中的谢进喜 可是个过日子的人 虽然有一份退休金 但是她还不辞辛苦的 给人送夜话气罐 为的就是能多存点钱 让日子更加富足 要说这谢进喜 不光会赚钱 平时开销也很极简 我这小车呢 都放里了呢 这是买 上几家买菜用的 啊 啊 逛鸡啊 对 没另一个 就搁这里面 啊 那边呢 这边啥也没有 这边啥也没有了 啥也没有 那衣服不多呀 我看 我也不咋买衣服呢 不咋买衣服呢 有一套穿 两套穿 你行 一两年也买不上一家 一两年也买不上一家 是会过呀 这穿工作服务 我愿意穿肥胆的 不愿意穿的瘦 就厂部发的工作服务 那都是以前的了吧 那都是 那退休都好几年了 都以前发 十几年前的发 然后还留着 还穿呢 穿吧 那卖也不值钱 那十多块钱 谢进喜衣柜里的衣服 可都有些年头了 并且一眼看去 那也是简单的很 就是不知道 这生活中 简简单单的谢进喜 在感情上 又会是如何呢 86年 两个月 小孩是两岁半 好像不到三岁就离婚 八九三岁 那我忘不了 那当时离婚时也没啥呢 感情不合呗 也没啥感情 我总到班 你俩是金人介绍认识的吗 金人介绍 那出了多少时间解的婚呢 哎呀 好像两个来月啊 也不懂这反正 你看岁大了就着急 那以前多大呀 二十五十二十六 我忘了 那也不大呀 别人都已婚了 自个儿就着急 就着急了 那以前初没出过对象 没有 在感情方面 谢进喜可以说 基本没有什么经验 和前妻结婚也算不上两情相约 只是觉得当时自己到了已婚的年纪 而离婚后的三十余年里 谢进喜始终都是单身 爱情于他而言 那是很陌生的事 但是要是九零年离婚 到现在都三十年了呀 那老爹老妈活 你咋找 觉得俩我 你再一顿 他不是亲的 你找完以后跟老大 你过不一块去 倒不如不找 你当时结婚的时候 也是住在一起 对呀 你说你像贼都不好 说加本欺负呢 没有恋爱经验 也不会处理家庭矛盾 这也让谢进喜在感情中 很是被动 这么多年单身 也没有处理好婆媳关系的信心 所以谢进喜将心思 全都放在了赡养父母上 但如今随着父母的离世 她的信再一次落空 这回退休了 也没事了 嗯 一言 四十个来又大烦挺复担的 是吧 你找个伴儿 有个磕落啥的 那这回再找的话 有没有想过 想找啥样的呀 咱也不懂的呀 这话咱的 就看吧 看演员呗 看演员 嗯 好 那自己有没有 什么三观啥 啥也不明 光看电视说的 咱也不懂的 自己也不太懂 别左就行 别打仗 别骂人 那是不是得会居家过日这种的 这要求里面得有这个呀 过日是必须得拍电影 年近六十 第一次主动寻爱 谢进喜显得有些懵 虽然搞不清楚深奥的三观问题 但是普世过日子的想法 就是她寻爱的目标 面对这样的要求 侯娘第一时间想到了 有着同样择偶要求的 吕向东 你好姐 今天穿的怎么这么好看 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打扮 是 真精致穿的 相亲对象 吕向东 51岁 离异 长春世人 每月退休金2600元 云相无房产 家里的收拾的可真干净 一个人是 平时就是生活习惯就是很干净 这种 对平时就是总这样 我看桌上还摆着小花 是你朋友圈 就是 这是我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用铁丝的 用袜装的 完了给它整个圆 编成花 然后再捏的 这形都是靠手捏出来的 对 这想捏什么形 这捏什么形 这手也太巧了 这底下是底座吗 这个是 矿圈水瓶 叫我脚了 然后缠上麻绳 这个缠上点布 这给它装饰一下 装饰一下 装饰完了 看不出是矿圈水瓶 对 做一个这样花瓶 是喜欢手工艺吗 对 喜欢手工艺 做做刺绣了 没事 刺绣 这是我绣的 这个就是你绣的呀 哎呀太厉害了 绣这一副 得多长时间啊 这个大概两年吧 得绣两年 也不是一个件绣 还得工作 业余时间绣 这肯定得特别有耐心 的缘才能坚持下来 对 从小儿见爱好手工艺 和绘画的吕向东 屋内的装饰 多半都是由他 亲手制作完成的 家与他而言 不仅是一座避风港 更是映照出了 他的内心世界 哎呀 这个台灯 都是小雷丝边的 那个小娃娃 是自己做的 这是头发 割点线 张头发 这个没有那个 黑用线的 就割这个线 做的是什么 做点头发 这属于这个 就是属于头上的装饰了 对 这扎头的 喜欢小娃娃 喜欢粉色 喜欢娃娃 真是有一颗少女心 我看你这个床带 有什么颜色 也是偏那种 就是紫啊 粉的这种 对 也喜欢紫色 粉色的 家里充满了 小女人的心思 一心向往爱情的 吕向东 在现实中的爱情 却并不圆满 我那时候 虽是小 照顾不好孩子 被孩子 喂枪奶了 或者这么的了 动手就打 说我 什么也不会做 因为看个电视 都打得 打到一起去了 动手了 他说看综艺大馆 我说看那个 电影频道 这人就打起来 你就说还手 对 还手跟他对着打 那你肯定 也打不过男的 打不过 但我觉得别气 一打一动手 我就生气 生气 后来就不过了 互相协议离婚 吕向东以为 离婚之后 自己总算 可以过舒心的日子 可他却没想到 因为对他怀有怨恨 前赴千方百计 阻止他看孩子 最后竟把27个月大的孩子 给藏了起来 后来经过单位调解 把单位还给调解了 单位给调解 单位工会的人都去了 说你这样 这样给藏起来 你是犯法的 对啊 那我精神有点恍惚 那好几个月 看不着 还得盯一下就受不了 完了 孩子还想 我电影呢 藏起来 我就找 找得藏着隔灰了 我坐车呢 我也没出过门呢 坐到公主岭了 完了公主岭啊 完了刚有个地址 我还没车 藏着农村了 后来我精神恍惚的 我到那儿 孩子第二住宿 第二天我就抱孩子走 说啥不给我抱 我就抢啊 抢不过他们家人多 完了我就抱走吧 完了后来 还要用哭声 一走都走都远了 完了就这么的 他也哭我也哭 这次找孩子的经历 即便过了二十几年 吕向东却依旧无法忘怀 而分别是孩子那撕心裂肺般的哭声 也始终营绕在吕向东的心间 即便时隔多年后 吕向东有了一段新感情 可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依旧是他走不出的阴影 后来说再找的 再找的都带着孩子 带着孩子吧 都离婚的 带着孩子 一去了也是了 过了半年一看 孩子也不行 愁不留 完全想起自己孩子 不过了 现在我也是鼓起多大勇气 我说这太寂寞了 因为挺孤单的 我说鼓起勇气 别怕朋友我也不接触谁 没人给你接受啊 孩子始终是吕向东的心结 所以伴随着第二段感情结束 吕向东便不再触碰情感 而吕向东的父母 也在早年间相继离世 独自一人的他 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 在这座城市栖身 如今好不容易熬到退休 也可以卸下生活的重担 想想爱情了 算生活充满艰辛 但是从家里的摆设 就可以看得出来 吕向东内心始终保有 对爱情最初的向往 而谢进喜因为 没有体会过爱情的滋味 所以更是心之所向 不知道两个憧憬爱情的人 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还进吗 还进吗 进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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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也还一样的地方 挺远啊 我也不进呢 不进呢 早上起来身份证还拉家了 可不是啊 你这走着半道想起来了 跟我带他来 因为我罗姓梦了 我买点 见面的 这超时想水果也没有 去买水果去了 你看 啥子 想得还挺周到是不是 那你能控手控肩一下 那个大哥来 还拿了一箱饮料 挺客气的 挺贴心的 挺贴心的 嗯 非常感谢 我刚才也没给你俩介绍 给你俩介绍介绍 嗯 要不自己介绍也行 哥你自己介绍介绍吧 咋说呀 我叫啥呀 嗯 我姓谢 59 哥这么说 对 谢敬喜 哥叫谢敬喜 嗯 我姓吕 哦 叫吕向东 嗯 说说自己情话 来 咋说 你说说自己离啊 还是怎么的呀 离婚的 三十年了 三十一年了 三十一年了 紧张不会说了 嗯 那姐先来吧 姐跟她介绍介绍咱的情况 嗯 我70年的 我51岁 离异 嗯 离婚二十多年了 不问问 是因为啥离的 咱不得了解吗 哼 嗯 温达 啊 不在乎 那 温达嘛 有啥多 啊 那说是想找啥样的吧 哼 啥 忘了 啊 忘了 你自己想找啥样的呀 这俩人刚一坐下 谢敬喜的状态 可让吕向东有些摸不着头脑 面对女方 谢敬喜不仅不会自我介绍 就连自己想找什么样的都说不清楚了 在相亲之前 谢敬喜曾私下和侯娘说过 她不会和女士沟通 所以这次相亲沟通是她最担心的问题 不爱吃什么 现在也是不爱吃什么 要是熟悉了还行 嗯 还是一个表达的一个人 尤其见着女性更不会说了 不好意思啦 点头了 不知道说啥 姐说说想找啥样的吧 我还想找一个你性格脾气好一点的 对我好点的 生活条件的正常的平平淡淡的 那行 那好像我还挺对的 挺对 反正就三天的 就三天的问题 不喝大酒 今天这儿不抽烟的 完了 咋的了 我抽烟 你抽烟呢 你抽的多不多呀 三两天吧 三两天又喝烟 那也还行 那还行 我先上外边抽 怕烟 对 烟烟 怕烟 真是给我抽烟的 我整那么干净 对吧 屋里收拾的干不干净 看净啊 感净 看前面这个花 好不看 嗯 手工做的 刚好挺内心 自己做的 你回头看看你后面这个花 哎呀 天哪 十二个 十二个 厉不厉害 你咋不敢丑他呢 啊 丑一点啊 那你相亲你不敢丑 金屋丑住了 金屋丑住了 咋的是不好意思啊 嗯 可打掌太腼腆了 虽然不会主动表达 但是当吕向东说出自己的择偶要求 谢进喜那可听得相当仔细 并且要马上对号入座 即便有些腼腆也能看得出来 谢进喜对吕向东是有些好感的 就是不知道谢进喜是不是吕向东要找的那个脾气好的人呢 所以之前的婚姻可能也不太好过的 嗯 嗯 总打你呢 嗯 脾气不好 嗯 哪一不对了就是骂 嗯 动手 尤其是喝完酒以后脾气更大 控制不住 另外我那下也不让人 嗯 你就这样跟他对的打 那你生气啥呢 动不动手玩 打不打人呢 从两个手玩 我上啥子跟谁生气 好 那夫妻过日子有矛盾呢 不就上边解决呗 你是你这 打女的多没出去 你脾气比你挺好不好 还行 挺好的 挺好的 嗯 就是不再爱表达自己 嗯 不会说 你俩都属于那种 不会主动表达的那种 是不是 嗯 嗯 那你进屋看起来演员咋样呢 嗯 看演员咋样呢 嗯 挺好 嗯 嗯 挺好的 别的 差不多了 啊 我八十二十分了 哪八十二小时 您刚坐这没多长时间呢 要朋友进来帮你说说吧 十分钟没到啊 演员没求我 跟我交流的时候 啊 你也看着他不太敢仇你 是不是 嗯 对 男演员应该大大放行的 该说什么说什么 是吧 嗯 嗯 我也不好主动说什么 我也不 我言语上也不会表达什么 和吕向东表达了自己的脾气很好后 谢进喜这腼腆劲再也撑不住了 便想直接打顿相亲 可谢进喜此刻的做法 吕向东并不玩意 为了给二人打圆茬 于是侯娘将谢进喜的朋友 叫了进来 你觉得他平时性格人咋样 性格啊 性格啊 还可以吧 性格还可以 孝敬父母 嗯 这就行了 孝敬父母 嗯 一直都是老大哥 一直老大哥 对对 嗯 他也是那个 勉腆人 嗯 嗯 那你觉得他适合找啥样的呀 哎呀 那得他自己决定啊 哈哈 那你觉得作为朋友的话 你觉得啥样适合他呢 嗯 温柔一点的 贤费一点的 哦 温柔一点的 贤费一点的 对 嗯 这事主要是你们给签线以后 他 他俩往前处呗 对呀 对呀 你得不达到这个目的 对呀 我们只是一个签线 但是说 至于怎么样他俩得去了解 对 那得表达呀 得让对方了解呀 你们昨天不是见过面的吗 对呀 昨天可不是这样的 昨天哥啊 叫 嗯 那咋的 今天不是你赌场 不行了 嗯 切场了 切场了 是不是啊 行了 你了解人家了吗 他不说过那么多 在朋友眼中 谢进喜是一个孝顺 温和 同时又很腼腆的一个人 虽然有心追求爱情 可是一没经验 二又不会表达 眼看相亲无法进行下去 朋友建议让俩人私下里沟通 可是面对谢进喜今天的表现 吕向东又会做何选择呢 然后感觉行不行啊 就咋想的 问他 问他 你先表达吧 嗯 你先表达吧 咱们主动点男士 我说还行 行吗 我说你眼睛长生 一有不同一步啊 我赶上 就怕没面子呀 麻烦呀 哎呀 坐着我实在坐不住 你实在坐不住了 嗯 要不然你去二个位 现在了解了解 嗯 嗯 就考虑考虑 再考虑考虑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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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小情绪啊 没有啊 没有小情绪啊 我还没问他呢 没有我还没问他呢 我这不先问问你吗 嗯 嗯 没有啊 这不是我的意思 让我问问他的意思啊 没有啊 行 我跟你问问他啊 你这 你得表达自己 得勇敢一点 你不能老这么腼腆 你这可咋子吗 你这可咋子吗 感觉咋样啊 这一些 问他 问他 你作为朋友看咋样 行 作为朋友还行 我去问问他啊 你非得让我单独问问你 嗯 太腼腆了 不够敞了 大方了 嗯 完全 我也腼腆 两个人在一起 肯定不行 就没想到今天他来的 就那是这个表现 嗯 因为他之前说吧 他可能不太会跟女性沟通 嗯 但是没想到是 确实真是不太会沟通了 嗯 我沟通能力也很差 两个人都不能共同 竟然没法 聊啊 嗯 没法在一起 肯定 嗯 没有共鸣 那你是比较喜欢那种 南方主动的吗 嗯 对 喜欢南方主动一些 我这也是 半生这么长时间了 嗯 也都很不知道 怎么该说 怎么主动 怎么去说 嗯 嗯 行 那我跟他说一声 姐 说你 哈哈哈哈 太绵腆了 嗯 说你太绵腆了 就主要是 他也是在离异这么多年了 也不怎么会跟对方交流 然后你可能也是离这么多年 也不会跟对方交流 他就是希望男士能主动一些 因为可能就是他本身就不怎么会说 这男士要是再不主动这么腼腆 他觉得沟通上肯定会有问题 我俩心得也不合 嗯 就主要是都不才会表达 都不才会表达 嗯 就这么地吧 就这么地 嗯 那行那今天就到这儿 行啊 谢谢你 你得调整好状态 然后下回可得好好表现呢 嗯 嗯 主要今天我感觉你还是有点紧张 告别一下 对 怎么说 那就再见呗 友缘再见呗 是不是 走了 你路上小心 没事 回去咱俩电话连去 好的 哎呀 这么长时间了 来我们节目相亲的男女老少都算上 这谢大哥绝对是最腼腆的一个 自打进屋 看了吕大姐一眼之后 就再没敢正眼瞅对方 相亲的时候呢 也一直都是背对着吕大姐 两个人的交流呢 也不怎么顺畅 确实呢 能够理解谢大哥 这么多年呢 单身一人 感情的经历少 又不怎么会和女士交流 但是在这呢 我特别想鼓励鼓励谢大哥 你说咱自身条件啥也不差 那有什么不敢勇敢表达的呢 只有勇敢的将爱说出来 才有机会感受到爱情滋味嘛 对吧 好了 电视机前如果有相当我们今天嘉宾的单身朋友 我们的这些电话 还有微信二维码呢 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随时欢迎你们联系我们 调五脏 放心国药 葛红药膏 本来没有葛红桂龙药膏 联合冠名播出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你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前夫出轨 前夫出轨 他却净身出户 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隐情 就是这么多年就白给你搭帮套了 得了 离婚后他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现在就想有个温暖的家 那带你这边 带你啥事 那我就带不着 两人见面挺有戏 到家一看 心凉半截 这究竟是咋回事 净身出户的女人 向你相亲 下期播出 辩 日夜交替 斗转星移 辩 是情侣之中 意料之外 打破世俗 拒绝孤单 自由 且无所畏惧 表达 情侣不犹豫 真诚 沟通 倾听 抵达 我是英子 追爱路上 我陪见你 前夫出轨 他却净身出户 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眼睛 就是这么多年 就白给你搭帮套了 得了 离婚后 他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现在就想有个温暖的家 在你这边 该你啥事 那我就得不得了 两人见面挺有戏 到家一看 心凉半截 这究竟是咋回事 净身出户的女人 相礼相亲 下期播出